我常常在跟很多家长 在沟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规矩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跟这些家长讲说 我不太定我孩子几点睡觉 我跟我的孩子讲说 我们每一天九点到九点半睡觉 我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定好就是九点 孩子没有照你的九点 去睡觉的时候 变成是他违反你的规则 违反他自己的承诺 你常常都想要当好父母 可是呢 他们偏偏是 不值得信赖的孩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可是要回到一个癥结 他们不是不值得信赖 不是不值得信任 是他们还在长大 他们还在成熟 他们不能被这种二分法框架住 而告诉他们说 是A不然就是B 是黑不然就是白 是你是乖小孩 不然你就变成不是乖小孩 小学生常常对着父母讲说 你凭什么管我 我最讨厌爸爸 我最讨厌妈妈 这时候我们听了以后 会整肚子的活 我们开始会开始联想到 我付出这么多 我去努力的赚钱 我教养你 我假日的时候 全心全意的陪伴你 结果换来你讨厌我 我常常跟父母讲 你走心了 他讨厌你 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我讨厌你一回来的时候 没有先关心我 就问我说 什么什么东西做完了没 为什么你总是一直叫我 赶快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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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讨厌的是这些事情 他讨厌的不是你这个人 他讨厌的不是父母 他讨厌的不是你的爱 可是我们常常反应得很快 在沟通里面 父母你是先倾听 再表达 还是先表达 再倾听呢 这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先倾听 再表达 你会让孩子更愿意说 因为我不会用情绪来回应你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父母用情绪来教育孩子 人之常情 当我们听到 我最讨厌你 我自己也想保护我自己 所以我也会 无形中变成在攻击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教养习惯 先听他说 听完了以后 再问他一个问题 你讨厌我什么地方 你不喜欢我管你什么事情 这个叫做把理智线拉回来 我们不要常常在断线的过程之中沟通 在断线之中沟通的时候 你们都是无效的沟通的方法 这个时候只会让孩子更不愿意说 把他的耳朵更关起来 我们想要沟通 可是我们的方法不对 我们的起手势不对 看到孩子内在的需要 可以把你真正的爱 传到孩子的心里 所以父母不能只有看到孩子外在的叛逆 要学习看到他内在的需要 我是王龙哲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